昨天晚上这边下了大暴雨 你看整个地全都湿湿的 还好 天呐 你的裙子被四喜扑在地上了 脏死 四喜 你怎么能扑这个呢 你完了你 哦天 昨天晚上我们洗了衣服 然后晚上多亏四喜嗷嗷叫 通知我们有大风有大雨 我们把衣服收回去了 但今天早上亮的时候 掉了一条在地上 被四喜咬着玩了 一会还要手搓一下 按照上次大哥教我们的方法 上车以后十秒 因为他已经上车了 我整个把他的车放掉 好烫 小心小心今天可能要吃一锅糊糊面的 气氛差不多了 嗯 糊糊 能吃吗 我猜是可以的 我这个好烫挺弱的 尝一下 怎么样 挺好的 比上次我们那个直接拿锅煮 这是那个什么 软硬度呢 软硬度也挺好的 我觉得稍微软了一点点 所以就好 嗯 真放的辣椒酱 老干妈 国民女神 哈哈哈 老干妈的厂子离我们家只有十几公里 他们厂区是侦破 那个企业楼比较旧 但是价不是人家是国民女神 生产生产生的东西就是好吃 你要花椒油吗 要点吧 我还蛮喜欢这个厨房可以两边拉的设计 这样可以在如果不方便的时候像现在这样 嗯 就可以在里面拿调料了 我们车上加装了一个这个住车柴油暖风系统 它可以暖风和暖水 嗯 使用了一下感觉非常不错 我们前天来到查卡盐湖这个停车场 住车了两天 其中呢 有一天是水是热的嘛 然后后面的两天洗澡 都是靠它烧的 很快就烧好了 十几二十分钟 然后关于电的问题 之前我看到有小伙伴提问 就是说我们的电能用多久 其实嗯 最近我观察了一下哈 这个电 住车了两天 然后我们的电还剩81% 今天早上 然后现在我是在烧水 不烧水的时候 只要稍微有点太阳 太阳能还是很给力的 基本上每天用不到10%吧 我们住车两天在这边没有使用煤气 因为是在停车场里 都是在车内做的饭 都是使用电 大概做了有三顿饭吧 两顿饭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现在是上午10点 温度是20度 湿度是59% 因为昨天下了雨 我们准备去青海湖了 在去之前我们准备再洗一个澡 因为青海湖旁边有很多地方不是很方便接水 现在是在查卡盐湖这边 主要就是依靠住车来用暖风系统烧水活着的 它这边厕所很近 接水很方便 所以我们要赶紧在离开之前再洗一下澡 然后洗干净的好出发 现在喵总已经洗了有半个小时了吧 没有 有的 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非常的好 比昨天的还要好 刚才喵总说 我们应该今天多等一下 今天早上的时候再去盐湖里面拍照 会更漂亮 但是我觉得 人生哪有那么多能预料的事情 我觉得 只要觉得实际合适就赶紧去了 不行 我们下次再来吧 先随便在街边的馆头里面 解决一顿吧 这个是15块钱的牛肉面 我能说它既没有什么牛肉 也没有什么面吗 哦12块 就这么一筷子就没了 然后肉就这样子 可能三四坨 难过 我想买菜 来看看它的菜牌 真是没法说 可能 公路旁边的这种专门给客人和大车司机吃饭的店都是这样吧 这个是喵种点的 他从来没吃过的泡炸面 好像就是 把那个面剪断 然后再加了一点小瓜什么之类的 不知道是煮的还是炒的 看起来好像炒了一下下 要15块 想老实话 他这个面我觉得没熟 好难过呀 吃起来 特别难过 在我这么饿的时候 吃了一个这么难吃的东西 就是吃或遇到最悲哀的事情 我还要说 刚刚才还吃到了一个好像变质的肉丁的味道 感觉特别难过 那咱们走吧 把面吃了吧 我们总得甜点肚子 好感动啊